嫂子 别叫我嫂子 叫素梅 素梅 你真好看 素梅是个非常旺夫的女人 结婚半年丈夫大明 便离开大清去了大明 婆婆看中素梅旺夫的属性 要继承发扬兄中地级的优良传统 把素梅从大明媳妇改成小明媳妇 婆婆先来和亲家商量 由于婆婆 还是婆婆没有婆媳矛盾 而且二婚女 又能找个投婚小伙子 亲家咋想都不吃亏 便痛快答应了 素梅却有胆抵触心理 她给娶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怎么能娶个寡嫂过日子呢 婆婆说 这样是未经婚姻的人这样说 也就算了 可咱们都是经过婚姻洗礼的 黄花含苞待放 怎么能比得上盛开后的绚烂 听完此言素梅也就答应了 可小明却强烈反对 毕竟她就是个矛头小子 还梦想着拿驾照开新车 自学成才当秋明山车神呢 气得母亲直拍桌子 可小明依旧坚持自我 不和素梅结婚 我实在是做不到的 娘 您就别再逼我了 母亲拔定而起斥责小明 年少不知 素梅好错把baby当城堡 将来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 在眼前 素梅鼻子高挺下巴圆满 眉形柳一耳垂厚大 咋看都是忘夫相 小明一听可拉倒包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还忘夫相我觉得 是王夫相 不然结婚半年大明 就追随大明去了呀 母亲也不再解释 斥责她懂个爹支个溜啊 反正素梅已经答应此事 小明一听一个闪现 来找素梅问讯 小明说我一直把你当嫂子 并无半点非分之想 希望你可以和母亲说清楚 我不要误会我 我希望你能去找我娘 到此刻你并没有答应她 好 我走 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镜头一转小明 就跪下全屏母亲大人安排 婆婆让素梅和小明 跪在一起朝她磕三个头 这件事就算成了 洞房花竹叶 素梅要履行妻子的义务 嫂子 别叫我嫂子 叫素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